肖战这现状真叫人哭笑不得 肖战真是内余界的一个独特存在 可以说他是娱乐圈的一位异类 不走常规路线 只选择正确的道路 而不是走一走的路 正因如此 他受到了各种排挤和打压 经历了无尽的苦楚 俗话说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他的经历非同一般 必然能够站在非同一般的高度上 肖战取得了现在的辉煌成就 正如宝剑峰从魔力中出 梅花香自苦寒中来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历经事态炎凉 却仍然保持着温暖和热情 令人称赞和敬佩 明星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 而肖战作为明星却承受了很多压力 他作为一个晚出道的素人 从零开始 必须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唱歌还好 但跳舞却很艰难 尽管他身材高大 但他的身体可能从未受过如此剧烈的训练 一想到这让人感到疼痛 而在之后的演员道路上 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 他是一个默默吃苦的人 咬紧牙关面对一切 对人总是淡定从容 面带微笑 有人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但这个总是笑着的年轻人 却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 肖战是一个坚持和勇敢的人 他有自己的想法 对人总是谦和有理 温暖而亲切 却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 敢于与公司争吵 坚守自己的原则 重庆大辣椒可不是随随便便说说而已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受到了家庭的熏陶和完整的传统教育 学会了善良和正直 阳光而坚毅的性格 即使承受巨大的压力 他仍然坚守自己的底线 这真是难能可贵 在访谈中 他经常谈到思考 思考无数个为什么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繁杂复杂的世界中 寻找一条清晰的道路 一条强大的道路 至今 肖战无疑是成功的 我想强调的是 天赋和才华固然重要 但思想品质和文化底蕴更为重要 只有具备了这些 我们才能知道正确的方向 选择正确的道路 并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目标 肖战目前拥有超然的地位 巨大的国内外影响力 和资源选择权 这些都是他一步步走过来 登上巅峰的结果 虽然前面说了很多 但我想告诉大家 肖战的卓越和强大 让他和我们都能从容 面对娱乐圈的混乱 高贵地对待他 不屑一顾 离米兰时装周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虽然肖战的行程官方还未宣布 但我们已经达成共识 有趣的是 狗子又拍到了肖战 但这次拍到的是他去吃饭 他高大的身材迅速穿梭 让狗子追得好辛苦 可惜追来追去 只拍到他吃饭的场景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肖战的明星生活确实很简单 要么工作 要么吃饭 简单而充实 积极阳光 他坚守艺人的职业操守 在事业道路上不断进取 自律的令人心疼 也令人深感敬佩 肖战的名声是实至名归的 虽然外界反应的现状有些 让人哭笑不得 但肖战的卓越和强大 足以让我们笑对这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